哇,这条鱼看起来好美味啊 哈哈,当然 这可是今天才捕捞上来的新鲜货 太棒了 太可恶了 你们越来越不整理海洋资源 不只把我的家人搞得一塌糊涂 还把我们全家大小都捕捞上岸 我必须给他们一点教室 嗯,我怎么在这里 人类,我来向你接穿海的身像 我,为什么 看,这是鲨鱼的家 原本很多闹的 但人类乱捕鲨鱼 只为了满足想吃鱼翅的欲望 他们好可怜 我以后不会再吃鱼翅了 不只如此 海洋各处都看得到被污染的痕迹 天啊,这里根本不适合生物生存 还有水母被塑胶带缠住了 唉,对呀 我该怎么做 你的家人都从事语院 而你是大学讲师 就从这里做起吧 交给你了 好,我懂了 我懂了,放心吧 当然,不食用海鲜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我们可以慎选鱼种 选择较常见的鱼类 用消费改革来抵制滥补鱼类 至于垃圾问题 我们要少用塑胶类制品 选用环保 而且可以重复利用的容器 保护海洋 人人有责 还给地球剔透的蓝色宝石 从你我做起